新美是一名高中生 多年前跟好友打篮球 但她背后传球失误 球滚到了路中 害得女骑士摔伤 五个多月无法工作 女骑士对这名学生 还有负责场地管理的板桥区公所提告 法官认定 事故发生原因是 高中生用不正常的方式传球导致 因此需要赔偿女骑士84万元 至于区公所则是免赔 全案还可上诉 金曲歌王周杰伦和好友打球 来个华丽的背后传球完成助攻 由于集聚难度又增加隐蔽性 背后传球不只可以创造得分机会 更可以提高观赏性 但有高中同学球传得不好 吃上了官司 新北新名何姓同学 多年前看好友在板桥打球 但她背后传球失误 球滚到了马路中间 害得一名女骑士摔车 女骑士两根肋骨断裂 左手掌也骨折 将近五个半月无法工作 事后向管理单位以及同学提告 而法官审理时认定 是男同学以不正常的方式 传球导致事故发生 区公所没有疏失 判男同学需要赔偿84万元 男同学事后也因此和打球的朋友决裂 不过赔偿金额过高 加上认定区公所也有疏失 因此她也打算提起上诉 背后传球传得好是妙传 传外却被认定是不正常的传球 同学恐怕没有想到 好好一场球 最后打到竟然发生车祸 衍生的官司纠纷 更是困扰在心头 记者身上张士奎新北市报道